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7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战争第550天 咱们先来说说关于普里格金和瓦格纳的消息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证实 普里格金确实是在特威尔地区的飞机失事中丧生 两天前 也就是8月25日 周五 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 要求该国所有雇佣军都必须宣示效忠俄罗斯 根据克里姆林公网站上公布的这项法令 这项措施旨在为保卫俄罗斯联邦奠定精神和道德基础 并适用于所有支援者编队成员 这一称呼通常用于描述俄罗斯的雇佣军组织 普里格金尸骨未寒 克里姆林公就急着收拾包括瓦格纳在内的所有雇佣军机构了 眼下 少一谷还是笑到了最后 代价就是俄军战斗序列中最能打的 而且唯一一支上存一点建功能力的部队就此烟消云散 咱们看看没了瓦格纳之后 俄军在库皮昂斯克的进攻就知道了 十万支众打了这么久 几乎没见到像样的战果 当然 那些潜在的普里格金二 普里格金三们也算是看懂了 造反不成功变成人 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下回再有向莫斯克进军的事情出现 我们不见卢卡山客打几个电话就能把事情替那个人摆平 美联社称 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评估认为 普里格金的飞机坠毁是由爆炸造成的 并称 这符合俄罗斯当圈者长期以来试图维持政权稳定的传统做法 CNN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也持类似的观点 认为 事故原因是炸弹爆炸 五角道楼发言人帕特赖德称 没有任何信息表明飞机失事射击防空导弹 有关使用这种武器的报道不准确 关于普里格金的死因 现在莫衷一事 有人说是烧一股干的 有人说是普里格金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猥胁私贩 还有人说是乌克兰或者美国干的 不过这些传媒都无法洗刷嫌疑最大的那个人 瓦格纳内部现在同样一团乱 这帮很有战斗经验的士兵 现在是各方争夺的焦点 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志愿军团和自由军团 也向瓦格纳雇佣军们喊话 争取他们弃安投名 许多瓦格纳成员也纷纷离开了白俄罗斯 但书博转到底是打算从此马放南山呢 还是急着回俄罗斯替他们的老板算账 抑或是准备加入其他雇佣军组织 估计数到乎算算 瓦格纳雇佣几乎无论在俄罗斯 在白俄罗斯甚至是在非洲 都不会保持之前的影响力 很可能从此销声匿迹 沉入历史的河流不复存在 二希腊政府传来好消息 之前他们说准备参加训练乌克兰空军 操作F-16战斗机的计划 现在他们可能会增加一批防空导弹的援助 此前希腊军队准备了许多 俄制的道尔和黄蜂AKM 两种野战进程防空系统 现在希腊政府准备 终止从俄罗斯购买他们的零备舰 准备将这些系统援助给乌克兰 根据公开的消息克制 希腊军队共拥有21辆道尔和38辆黄蜂AKM 他们对希腊军队来说已经没用了 或许都将送往乌克兰 3.乌军两架教练机相撞 导致三名飞行员死亡 当地时间25日 乌克兰空军训练时 发生两架L-39教练机空中相撞的严重事故 导致三名飞行员丧生 事发地点是在乌克兰北部的 日托米尔州 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 对于实力本来就不善强的乌空军来说 一次损失三名飞行员两架小连机 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雪上加霜的是 死者中还包括带号果汁的 知名战斗机飞行员 皮尔西·齐科夫 战争初期 他曾在基辅上空与俄军战机进行多番恶斗 营养而声明大噪 在推动西方盟国向基辅提供F16战斗机的方面 他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泽连斯基总统对死去的飞行员们表示了哀悼之情 称将永远铭记所有英勇捍卫乌克兰领空的战士 一般来说 飞行员的训练分为初级 中级 高级三等 初级飞螺旋桨飞机 中级飞潭气式较连机 高级飞预定要训练的实战飞机 但也有可能先飞一段时间该机型的双座较连机 这次出事的L39较连机就是在训练中级飞行员的 飞机飞行速度快 一次飞行要经过地面中空高空 温度和压力变化很大 人员和机械都工作在恶劣环境中 一点小小的意外都有可能导致击毁人亡 重要的资产化为回见 2000年1月31日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出事 机上88人死亡 其中至少35名死者是本公司的员工 经过这次损失 阿拉斯加航空差点破产 而事故的原因小到不能再小 控制水平尾翼的一根长城的螺杆 由于缺乏润滑螺纹被磨平 导致飞行员无法控制水平尾翼 飞机产生了不可抑制的俯冲 所有人在高速冲撞地面的一瞬间全部死亡 所以说飞行来不得半点马虎 眼下许多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已经开始接受F16相关培训 这个过程虽然比较漫长 但一点都不能压缩 他们必须完全具备工作能力 才能保证既能升空杀敌 还能安然回航 四 前往托克马克途中的最高山丘 昨天已由乌军控制 他们对整个地区拥有火力控制权 俄军控制的新普罗克皮夫卡移动的主线被乌军突破 据俄罗斯军事博主的报道 说探测到100辆乌克兰装甲车队正在开往扎布鲁热前线 估计乌克兰方面会有大动作 据微报道消息 11天前乌克兰总司令在博乌边境会见了盟友 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 军方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计划的变化 特别是反攻以及如何计划冬季作战行动都提升了议程 美国将军克里斯托夫卡沃利和英国总参谋长托尼拉达金出席了会议 卫报的一位内部人士说 讨论后策略确实发生了变化 他说 我想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扎波罗热前线 乌军第82空降机动旅在罗伯基尼南面直面俄军 而第46突击旅则在温尔伯维方向以东与俄军交锋 俄罗斯消息人士承认 第82旅已经在新普罗克皮夫卡东部取得进展 并控制了该方向俄罗斯主要防线的一部分 在罗伯基尼和新普罗克皮夫卡之间的缺口处 有一组战壕和攻势 俄罗斯第42摩托化步兵士在其他部队的支援下 尝试了数次反击 但由于污泉后方支援部队的猛烈炮火 而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战果 然而这并不是说该地区的战斗并不残酷 双方都有损失 有迹象表明 乌军已经清除了俄军布置在该地区主要防线沿线的一些雷区 乌克兰消息人员报告称 他们已经控制了一条或多条关键的地面交通道路 这不仅可以让乌军进一步突破主要防线 而且可以加快他们的前进速度 俄罗斯著名的军事博主里巴尔今天报道说 乌军已在作战地域部署了新的预备队 第18机械化旅和第15卡拉达格旅 这表明乌军将利用这一优势迅速采取行动 这些部队投入战斗后将进一步突破防线 外交方面的消息 一 白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与欧洲同行会谈后宣布 俄罗斯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资产将被冻结 直到俄罗斯政府同意赔偿乌克兰的损失 俄罗斯政府需要对期待战争中对乌克兰的破坏负责 公开报道显示 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冻结了俄罗斯约3300亿美元 法国政府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220亿欧元资金和私人账户中约1.5亿欧元资金 英国政府冻结了近210亿欧元 德国政府冻结了超过50亿欧元 意大利政府冻结了俄罗斯资金最少约为20亿欧元 二、美国国务勤普林肯称 在最近的空袭事件中 克里姆列宫又销毁了1.3万吨粮食 这些粮食本来计划用于养活埃及和罗马尼亚的人民 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储存船只和港口的袭击正在使世界挨饿 俄罗斯的胡作非为使得危机远远超出了乌克兰 而使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无辜受到牵连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先前更元 咱们稍后再会